大家好 我是Claire 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 What we learn from mock testing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現在是Line的Service Engineer 然後在這之前我也有做過 QA Automation相關的工作 所以除了今天分享的 Unitesting相關的經驗之外 整合測試還有End-to-End的測試 也是我有興趣的領域 那接下來的話我會先分享 什麼是Mock Testing 然後第二個會分享的是 因為接下來的範例我們會用Mokito 所以我先介紹一下Mokito大概怎麼寫 那接下來才會介紹 為什麼我們要用Mock Testing 以及最後的是我們從裡面 學到一些經驗的分享 首先什麼是Mock Testing呢 從這個圖來看的話 假設今天我們想要測試中間的這個Component 那我們透過Mock Testing 我們可以把這個Component 跟它其他相依的Module做Isolation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更專注的 在測試我們的中間的這個Component 那同時也會讓測試變得更簡單 那接下來我會介紹一下Mokito的寫法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範例 現在的話有一個User Service的物件 然後裡面有一個Method 叫做Create User 那這個Method呢 它會建立一個User的物件 那如果它已經有重複的 它就不會再建立 那如果是新的User的話 它會建立物件之後 然後再把它存到我們的DB裡面 那如果用Mokito來寫 剛剛那個Create User的測試的話 大概會長 然後因為我們有相依UserRepository這個物件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做Mock 那這樣子我們就不需要真的塞資料到DB裡面 準備好資料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執行測試 然後最後再做Verify的驗證 那這是一種寫法 它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種寫法是BDD的寫法 那BDD的寫法就可以把測試 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主要是given when then 前面準備資料的部分就是given 那可以看到原本是when的地方呢 就會變成given 然後when的部分就是執行測試 最後Verify的部分就會變成用lan的寫法 那我們現在在專案上面的測試都是用BDD的寫法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為什麼要用MockTesting 那我們這邊主要整理了三頂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這裡有一個shopping card service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method 叫做check out by credit card 那這個method會做什麼事情呢 他input會傳入一個user的ID 那他會檢查這個user他是否存在 那如果存在的話呢 他就會把這個user他的shopping card拿出來 然後用信用卡進行結帳的動作 那結帳成功之後呢 會送一個email給user告訴他說 你的商品已經結帳完成了 從這個範例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今天要寫check out by credit card的這個method的測試呢 我們透過Mock我們可以更容易的去寫這個測試 也可以更容易的去測它與其他component之間的collaboration 那我們也不需要真的塞資料到DB裡面 我們就可以完成這樣子的測試 也可以進而降低寫這個測試的複雜度 那第二點呢是因為這個測試有用到 像是信用卡結帳 或者是傳送email給user的這樣子的method 那我們透過Mark呢 我們也不會讓測試真卡結帳 或者是傳送email給user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的單元測試 但是就也比較不會有篩意費 會變得比較單純 那最後一點是 假設今天我們在implement這個check out by credit card的這個method的時候 我只要先訂好這個method它的邏輯跟架構 就不需要把所有的始作細節全部都寫好 那我就可以先用mark testing來驗證我這邊的邏輯是否都如何預期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在如果你的開發習慣是用top down的方式的話 這樣子就會比較好來一邊始作一邊寫測試做驗證 那最後呢我會分享有關我們在mark testing學到的幾件事情 那這邊有列了三點 首先第一個呢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report service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呢裡面有兩個method 第一個method是create report 那第二個method是update report 那create report會做什麼事呢 主要是它會把input進來的資料建成一個report的物件 然後呢並且把它做成file 然後上傳到我們的cloud service上面 那同時呢也把report的資料存到我們的db裡面 那update的話呢就動作幾乎會跟create的動作差不多 唯一差別呢就是它會先找到一個已經存在的report 並且在做複寫 如果我們今天要寫create report的測試的話 那它可能會長成這樣子 我們就會先準備資料 然後並且呢再實際去執行create report這個method 然後最後做驗證 那如果我們要再繼續寫update report的測試的話呢 會發現上面準備資料的部分會有大部分的地方都非常類似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檢視說 我們如果我們mark的物件比較多的時候呢 是不是同時也代表我們的這個代測的component它的責任太多 或者是呢我們暴露了太多實作細節 那以這邊的例子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件file跟uploadfile 它其實都是連貫著的動作 那這個物件也許不需要知道那麼多的細節 那我們可以其實透過reflector 把這邊再多抽一個抽象的介面 然後就可以讓這邊的call變得更乾淨 所以呢reflector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這樣 我們把buildfile跟uploadfile的部分 再多抽了一層介面叫做reportfileservice 那原本這個reportservice相應的物件有三個就會變成兩個 那測試的話也會變得相對比較簡潔 然後update的部分的話就不會有這麼多重複的test code 那接下來的話是要講到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物件 它是fileuploadhelper 那fileuploadhelper主要是相應一個物件是amazon的s3 那它有一個method叫做copyfileinsendfolder 就是它會把一個檔案再做複製一份在同一個folder下面 那這邊的話因為我們在寫測試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知道我們傳送給amazon的request 是不是如我們預期 那但是呢在Mokito的verify裡面它是用equals 那如果我們想要equals物件的話就會比較困難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用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argument that argument matcher的方式 那這邊用argument that的話我就可以把我想要assert的file拿出來 那一一做equals 不過這個寫法呢有一個小小的問題是 像這個測試的話它想要assert的file比較多 那這樣子的寫法最後這邊的assertion其實只會assert true或false 因為這邊下面都是end的 然後所以呢如果今天這個測試壞了 那它會只會顯示出assert true錯錯了 那我們可能比較沒辦法這麼快就知道我們到底是哪邊錯了 在debug上面可能會比較困難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寫法 是argument captor的方式 主要就是把我們把captor丟進去 那最後在做assertion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captor 把我們想要extract的file全部extract出來 那一一做驗證 那這個寫法呢也不會有前一種寫法argument that的問題 那如果是file的比較多的話就可以用這樣子的寫法 那最後呢主要是想要分享 其實mark也不是學會了就要瘋狂的用它 有一些情境上我們可能也不需要用到mark就可以完成這樣子的測試 像是第一個 如果你今天想要測的method是一個很簡單的po draw的測試 像是這個user test 是前面的例子主要是 這個from的method呢主要是我們要把request轉成user的物件 那像這樣子的method的話 其實它就沒有那麼複雜 也沒有相依其他的module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不需要用mark可以直接做測試 那第二個呢是 如果我們今天是要測database相關的物件的話 像這裡我們想要測的是user repository的測試 那如果我們把database的部分也做mark的話 那這個測試可能就比較沒有意義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是database相關的測試 因為我們在測service的時候我們可能覺得不需要 如果不用準備database的資料測起來可能會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 那但是呢像這邊還有一個相應的module是clock clock的部分我們就不會特別在做mark 但是呢我們可以像在setup的部分我們可以給它一個固定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不需要做mark 我們就可以完成這邊的測試 那這邊的話是我以上分享的參考資料 那如果有問題也都可以再提出 以上這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Claire你有沒有因為你也在線上這樣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要特別跟聽眾說的 好 那我覺得mark testing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可以讓我們寫出一個蠻簡潔 然後又是比較獨立的測試 那我覺得就比較不會有像是如果我先想要測試一個邏輯 然後我還需要處理很多dependency這樣子的情況 那如果像是我相信如果是用TDD做開發的話 可能會更有感覺 對 然後這邊就是我以上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